2月16日,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和国际奥委会向中心社记者确认,韩潮将组建联队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四个项目的比赛。 前一天,韩潮体育部门的负责人在瑞士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就参加东京奥运会等事宜进行磋商。 在这一刻,韩潮体育部门奥委会主席巴赫就参加了四个项目的比赛。 这一刻是女性的比赛,女性的比赛,女性的比赛,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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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比赛。 巴赫同时表示,国际奥委会将对该题进行具体讨论,韩潮连队需要从奥运会预选赛阶段起争夺参赛名额。 2018年,韩潮运动员代表团共同参加了平昌冬奥会开幕式,并组建女子冰球连队参赛。 在2018年的亚加达亚运会上,韩潮与组联队参加了三个项目的比赛。 此外,国际奥委会16日发表媒体声明称,韩潮双方还表达了共同申办2032年奥运会的意愿。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对韩潮拟共同申奥表示欢迎。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对韩潮运会主席巴赫对韩潮运会主席巴赫对韩潮运会主席巴赫。 巴赫对韩潮运会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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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赫对韩潮运会 共同申办2032年夏季奥运会的韩方申办城市